好,所以接著我們做同樣的步驟 一樣是選擇Point 然後右鍵找到這個 YP,Position,Pass,Person 然後給後面的輪胎好了 RL,Votation 2365 乘百分比 除以原子的半徑 所以現在兩個輪胎都跟著做了運動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面 好,所以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同樣可以從 Tongue 找到 Parameter,Position,Pass,Pass Person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是 這個輪胎 V 然後 V365 乘以百分比 除以 半徑 它會開始進行旋轉 那麼前面這個輪胎還沒有動 所以同樣的我們在針對 右前方的這個輪胎 再去做 這個輪胎 我會把這個輪胎都會有 來加上 一個輪胎 然後 然後 5 26 13 OK 好 所以這邊我們應該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人頭已經有改變了 兩個人頭都有在進行改變 OK 很快 OK